接下来是个女性消费者一定感兴趣的话题 我们修正一下 现在大家是讲究平等 因此应该说女性跟男性都一定都会感兴趣的话题 就是到日本东京去Shopping 有两个商圈你一定很有兴趣 也就是新宿跟色谷 在过去以来他们是相安无事 不过最近特别是这个礼拜开始 他们要彼此进行一场肉搏战 起因呢就是一个地铁跟电车线之间的通的连接问题 您看到这个地图上 新宿跟色谷原来是有一条地铁相连接 而如果横滨这个周围旁边的大都市 他们要到东京来Shopping的话 那做另外一个电车可以联络到色谷 色谷之后下车再转车可以前往新宿 但是从这个周末开始 有一条新的线连接色谷跟这个新宿 换言之从横滨你只要上这个电车线 就可以一路不必在色谷下车 直接可以开往新宿 换言之这300多万每年潜在的消费者 也可能就选择我不必再在色谷而下车了 我可以直接奔往新宿 换言之对于色谷的商圈 生意上是带来一个莫大的威胁 因此这短短一小站的 这个地铁跟捷运连接线的改变 把双方的生意人可紧张透了 双方为这个周末的通车 已经彼此筹备了许久 双方的力求保住自己商圈的特色 力求不要让顾客就此跑走了 短短的一个地铁通车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双方的迎战态势如何 你又看好哪一方呢 我们也来参战一下 知名新宿伊士丹百货 11年来首度大手笔 砸90亿日元全面改装 要营造时尚美术馆的新形象 在新宿另一边 街头出现了吸睛队伍 知名女星Kanda Uno 坐在马车上 为知名美国陈衣店游街走秀 这也是大规模改装之后 重新开幕的噱头 各百货商场大费周章改装 就是为了这一天 3月16日有两条电车路线 要连接起来 以往搭乘东极东横县 只能到达色谷 如果接上了富都新线 这表示国际港大城横冰 300多万人口 长驱直入直达新宿 只需要32分钟 抵达色谷更只需要26分钟 这也点燃了两大商圈之战 新宿和渋谷 哪里去到新宿 新宿 新宿 渋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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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服的店 这边比较多 新宿 渋谷 渋谷是一个年轻人的街 年轻人的购物天堂色谷 近几年更积极地抢供首林族群 与色谷车站连接的新地标 Hikari 去年完工 共34层 已经成为了亲手女 最新逛街朝圣的地点 去年开幕以来 就已经吸引了1700万人次 来这里消贝 附近的人气餐厅 改走高级沙龙峰 满足了色谷一带的首林上班族 人潮熙来攘往的色谷车站 正在进行一项 更大规模的改造大工程 这个老旧熟悉的车站 将会全部拆除 改新建商业摩天大楼 预计完工是在2021年 到时大量商业人口 将会涌入色谷 而新宿从江湖时代开始 就是有名的红灯区 也有今世世界纪录 认定最繁忙的车站 商业区的极客人数 超过了200万人口 车站流动人潮 更是近400万人 是日本排名 数一数二的大都会 但走在流行间断的年轻人 就是不爱来 新宿商店街积极地改造形象 例如将原本充斥 临停车还有脚踏车的街道 改成了浪漫露天咖啡座 就是希望这条地铁直通之后 可以吸引横冰人 更希望色谷购物族 都能够光顾新宿 日本最热闹的色谷 新宿 两大都会的商业大战 3月16号这天开始 正式进入了战国时代 有着这个巨石原像的 南太平洋复活节岛 大家都很熟悉 但您知不知道 他最近正想闹独立的 为什么 等一下告诉我们 什么物童有